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次的万迷主人节目 昨天这些转会消息大家非常热烈讨论 多谢大家的参与和给予意见 大家还记得 之前未有Fabricio Romano 出名之前 其实我们追踪这个转会消息 最重要最重要是到最尾了 BBC一出手便是便知有没有了 因为通常去到BBC都报道的话 那宗转会就相当实际了 当然BBC里面其中一个跟曼联的棋者Simon Stone 石哥 大家都相当熟悉 迪庄这宗交易已经到到石哥的报道了 不过石哥只是这么说 他说曼联大致上和巴赛同意了 转会费硬挖六千八万欧罗 再加一些附加条款 但是这宗交易其实还未完全完成的 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作要做 正如Fabricio Romano说的 就是那些附加条款怎么办 但是他说整个发展都是非常正面的 所以他说这个转会应该可以最终 去到一个成功的地步 换句话来说 CBC的Simon Stone都告诉大家 这宗转会成功率是相当高的 说真的 这宗转会当然是越早完成越好 因为 昨天也和大家讨论过 可能会有很多连锁的反应 或者是连以效应 即是一宗转会之后 其他人都会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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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 都一起搞定 那是真的给我们一个新的感觉 这个转会团队如果真的的话 如果真的的话 其实Simon Stone和石哥都写了另一篇长文 就说了 Tank Hat来到曼联要面对的问题 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 每个来教曼联的教练 暂时来说 都不是搞得很久 其实很多球会和教练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不过始终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当差的球季 以及已经连续几届都没有掌杯落袋 对于曼联来说 的而且确是比较难过的一年 刚刚过了一年 我自己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一定的期待 因为之前 苏西茶真的做得不错 华盛联赛都排第二 是吧 勾霸杯又入到决赛 可惜又失去了 但是去年真的反差相当致 好 Tank Hat面对的问题 包括什么呢 石哥第一个就说 即是说 那个背景就不是那么理想 就是上一季 是吧 斯朗拿到来到 但是呢 好像又令到哈里麦佳亚 就不是很快乐 接着之后呢 最惨的就是半季之后 阿兰尼克来到了 说话可能实在太白了 说得太白了 说真的 站在球迷的立场 我就赞阿兰尼克 因为他真的成功地 把球里面的问题 肯说出来 之前呢 阿苏西茶就遮遮掩掩 当然 站在球队管理的立场 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个大家要明白 最重要的是 John Myrtle 究竟多少事 也没人知道 现在呢 就聘用了哈里麦佳 我估计 他能够说服到哈里麦佳亚 其实也有一定的功力 我估计 然后呢 所以呢 刚才提到阿兰尼克 那里 就说他说到 又要开心手术 又要换十几十个球员 这些呢 就真的令到 这个情况很困扰的 当然啦 去年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很多比赛呢 是输得很夸张 我最近呢 听Podcast 有些 就是他们的 Punty在那里说笑 就是他说 就是一个万联 支持万联的Punty 应该是The Talk of the Devils那里说的 他说 有一次 去巴饮酒 有人跟我说 我支持球队 去年赢了万联四球以上 以往来说 一季里面 只有多少队球队 赢了万联四球以上 但是去年呢 真的有不少 所以这个真是 我想大家球迷那么失望的原因 看看究竟 看看有没有办法 力粉狂瀾 好了 接着第二个挑战 刚才刚才也说过 迪庄 法兰迪庄的确是第一 转会的选择 但是现在这一刻 虽然 各种事情都好像比较上乐观 去到 情况好像挺好 但是去到现在这一刻 说真的 未打国际赛球员 已经开操 打国际赛球员 下星期都会回来的 但是呢 法兰迪庄呢 暂时 都未正式加盟 其他球员 其他球员更加说 我都说 如果特别的 这个星期不断来的话 当然大家都 开心 但是究竟这个 发生的机会率有多大呢 直接 和坦克 在马远 是否有一个好的开始呢 绝对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老实实 昨天又有些小道消息 说真的 应该是不知日常 什么 还是什么 我就不特地看了 因为这些小道消息 又说法兰迪庄 又未必上来的 这些一定会炒作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研究 其实我有研究 我看了 但是看不到有任何的 可信的消息来源 我估计都是一些炒作 但实际上 法兰迪庄 是不是真的来马远呢 其实也还有一个变数 但是呢 我昨天和马英聊天的时候 我就这样和他说 法兰迪庄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是值得 花多一点时间 去和巴塞去 搞一段时间 搞久一点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这一刻 法兰迪庄是肯定来曼联 以及他放完价 刚刚那一刻之前 去宣布说加盟曼联 其实分别不大 就是说大约还有 不够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再周旋多一点 我意思是说 你现在这一刻宣布 和法兰迪庄放假之前宣布 其实分别不大 只要法兰迪庄放假之前 搞定 宣布到 那已经足够了 这几个时间 就真的看看 我们可以和巴塞周旋多一点 在这一刻 我认为 说真的 我觉得 曼联不是不愿意付的 但问题是 最后的2000 真的要法兰迪庄 对板 才肯付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的要求 对吧 老实 但现在去找转会枪 会不会有多困难 因为第一 利物浦、曼城 也不要说之前的 和马巴塞 根本上他们 找人就肯定 在现在这一刻 比我们更容易 再加上 我们明年又没有勾联 跟着 早几年的成绩又不太好 所以 要吸引到好的球员 真的不容易 再加上 以往我们曼联 只剩下钱 Edward就乱花钱 但现在这一刻 连钱都会收索 所以 在这个转会枪 其实要吸引到好的球员 真的不容易 我们看到 曼联除了迪庄之外 和Anthony 也是 这两个就是当打比较贵的球员 其实其他目标 譬如马拉西亚 甚至阿力森 都是一些 马拉西亚 就是Up and Coming 阿力森就是圆弱 这类型的球员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方向是不错的 但是 风险相对来说 表面上是比较大的 因为理论上 一些大牌球员 或者一些出名的球员 他来到的 机会就大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这几年看到 差不多 所有大牌 贵的球员 来到曼联 都是因为钱 所以 根本上扔得好 不要说它改善 扔回自己的水平 也做不到 所以 虽然这件事是一个挑战 但我又反而觉得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个 blessing Blessing in disguise 另外下一点就是 究竟 我们现有地装的球员 可以改善到多少 我相信 这个也是 我们曼联球迷 对于Tankhack 最大的期望 我相信 我们球迷很想 我们现有这手球员 其实有部份 尤其是青分那一班 希望可以 踢得 比较好一点 因为去年 绝对是低于他们的水平 今年 我想我们曼联球迷 希望他们 起码踢回自己 应有的水平 深挖苦 由于经过Tankhack 的训练和调教之后 可以踢出 比他们以往的水平 我相信 是我们 我自己觉得 最多的曼联球迷 即管大家 看看是不是 以上 说了几件事 究竟大家觉得 哪一样 可以讨论一下 哪一样 大家觉得 对于Tankhack 最困难 要解决的一样 又或者哪一样 你觉得是Tankhack 最大机会解决到的 或者可以做到 令到他成功的 即管 大家可以看看 究竟是怎样 跟着之后 三星、宋、石哥 你也这么说 其实不是每一样 都是很负面的 有一样 其实是很正面 就是我们的年轻球员 有几个大家耳熟能详 说真的 就算 有几个 我神祖的节目 已经介绍过 例如祖的诸巴塞 他一来卖和 他已经介绍过 所以如果听到节目多 一定很熟悉 说真的 就算你们没什么 即使是新来 听漫迷早晨节目 其实你们也会听到 这些名字 包括卡拿祖 包括 亨利伯 包括 还有 外者回来的年纪大 例如 James Carna 阿玛仔 帕利茨 這些全部都是很有潛質的球員 剛才說了黃尤巴塞 其實也是Tankhead的擅長 他很擅長把年輕球員調整至適合踢一隊 或是高水平的賽事 這件事 和改善我們現有的球員 這兩件事我相信 我個人來說是最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調教一些有potential的球員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經過一個好的教練條 千里脈也要上百落 經過一個好的教練 調教好之後 一年輕球員的發揮 那個上限 是可以很高 甚至乎是沒有上限 雖然我們經常說 Edward做得不好 這是事實 但是 在Edward臨尾那幾年 在年輕人清訓那裏買人的 那些半製成品 其實真的是做了事 就是賣力了 我們真的自家從小踢到上來 那些也有不少是有potential的 所以 我希望今年 除了聽說要解決 之前所說的問題 反而 清訓那裏 有沒有 慢慢 我已經說過了 不能夠一次過升到清訓上來 很多朋友都很心急 左和右巴塞為何不可以踢 為何不馬上升 說真的 如果現在馬上升到清訓 糟糕 說真的 沒有辦法 但是 當我們原有的陣容 叫做有一個form之後 慢慢慢慢 誰可以就誰想 誰可以就誰想 這樣逐個逐個上來 才是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 亦都希望 真的有幾個 在今屆 或者 下一屆 就可以做到 OK 今次就來到這裏了 希望大家多多參與討論 還有你有看到其他 什麼困難或者什麼問題 要優先 看看解決的話 都可以留言和大家一起討論 OK 就這麼多了 拜拜 拜拜